这个糖果 所谓的果儿品牌的设计师 他就是个假的设计师 他根本不会设计 李总 这件事情沈恬恬如果不说的话 你们还能苟延残喘的祸 但如果他说了的话 你们可就是产业里边的骗子呀 你们这个行业巨头瞬间就能垮掉 你不怕吗 博言 是不是沈恬恬让你这么说 我知道 沈恬恬他一直都不甘心 他就是要毁了我的一切 滚 对 还有啊 刚才李总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跟赵兰阁之间的恩怨 这个赵兰阁为什么要试试都针对李总 针对李氏集团呀 这中间的秘密 李总 你不说 那我亲自说 因为这个女人 她逼死了赵兰阁的妻子 我的亲生母亲陆云青 你 天哪 他想不想 这是他 这是他 他是他 一拍红颜心口死亡 你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这个法律责任我一定付 李氏 当年那些二手手 是我买的 把影子引起了火灾 我没想到你会跳楼啊 你 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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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你会跳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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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别问我 走开 走开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约 你来干什么 刚才王爷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跟我妈是别的 叶子 你最爱的那个沈爹爹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你还看我像他的吗 你个王爷是大当吗 童话 我真的不知道王爷会那么改 我相信沈爹爹也不知情 我还是从新闻上才知道李氏出师了 赵明月 你敢说你不知道王爷是赵兰格的亲生儿子吗 我现在真的没法跟你解释这一切 但我告诉你我知道 我这些年做错太多事做得太离谱了 原来是找李总 道歉的 他人呢 你在这儿不是办法记者不会放过你的 我先送你回去吧 老爷 你先回去 好 林天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的容忍不了他们这么对你了 这么多年了 你对他们尽心尽力 忍辱负重 他们不知道知人图报 你对他们步步退让 他们对你步步紧逼 这个糖果就为了赵明月 能害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他们还害得桑林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敢保证 如果不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会用怎么样的手段对你 你这么做不是在帮我 是在害我 我知道你说的是违约金的事 第一 这事不是你说出来的 是我说出来的 你没有违约 第二 如果真的要赔偿 我愿意为了你 把整个肇事赔出去 我说的不是钱 你为什么骗我 你是赵兰阁的亲生儿子 为什么瞒我那么久 天天 我没有 我没有故意骗你 我是怕你 你是怕我知道 赵兰阁做了那些坏事 你都有参与是吗 所以 我是真心地对你 你为什么要利用我 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 天天我一切都是真心地为你 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跟赵明远 怀了孩子 如果我不想看到你跟他幸福 我一定不会放弃 赵明远他也知道 你是赵兰阁的儿子吧 你们心里藏着那么多妹妹 不累吗 我不解释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我爱你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问你一句为什么 我今天问完 我们也不再是朋友了 再见 李总 林总算回来了 大家还在 他们还在财务室 等着领工资呢 这张支票给财务 把大家的工资发了 请大家散了吧 好的 这张给你 谢谢你 这么多年陪着表姐 回去问姨妈好 表姐 就说我有空回去看她的 谢谢你 表姐 你去哪儿啊 大家好 你喜欢的帮忙 谢谢你 还很漂亮